我想分享一下我 因为我之前是在福州 一个慢生活的城市 我是特别急躁的 当我来了北京之后 我就开始变得佛系 这好像是对生活的一种妥协 我想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你变得佛系 还是你对生活 有时候好像也是 另一种妥协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个性 就是这个样子了 台湾男孩都是这样说 乖乖的 这好好 他自带一种很松弛的感觉 看到他就好像觉得可以放松 大多数的台湾男生 性格都很柔和 我还没碰到几个台湾男生说 什么什么事情 我必须如何如何 我如果不这样 我就不行了 我很少碰到 都可以了 你高兴就好 我都可以 没问题的 21号 您是开咖啡店的 那肯定会在营业中 有什么纠纷 所以你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营业上的纠纷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 因为其实我们的咖啡厅 是在一个小巷弄内 那所以其实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熟客 或是朋友带着朋友来 就没有刁钻的客人 比较没有 当然可能有些 可能朋友来 那我觉得 这个人比较好聊 就免费给他升大杯 好棒 19号 男嘉宾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 我想问一下 您在生活当中 会不会有那种拖延症 可以算是吧 因为我觉得慢慢来 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那我当然有的时候 可能拖久了 我就必须打滴滴出门 像你有这种拖延症的 那你对你的未来 你会不会干嘛呢 就是每一年 这样提前去做规划的 其实我比较不会 我就属于那种 可能传道敲头自然值那一种 好的 谢谢 我也经常注意观察台上的女生 每个人说话的风格 我也一直在观察你 我总结了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你提问的所有的那种类型是 比如说男生说 我是个很果断的人 你会问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是一个很霸道的人 一个很武断的人 如果我跟你交往的时候 你会不会完全不考虑 我的感受如何如何如何呢 你会把所有男生 表述的他的某种性格 会把他推导到一个 你觉得会带来一些问题的方向 这说明什么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吧 因为我做美容 每一天面对的都是女性客户 她所给我传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她们结婚后 很多其实都是过得不幸福的 很有道理 她的这个解释 一下就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对 去做美容 中年女性做得多一点 我那一躺 各种负能量 她听了一脑子这种东西 所以只要跟男人一打交道 她就把事情想到 更坏的那个情况出现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要下一个 幸福的女人在生活的话 赶快改行 孟儿说特别对 就是你发现了 她一种心理叫做防御过渡 就我害怕 你一定要证明给我看 你能够保护我 但彩星我还看到她的资料当中 因为她的家庭条件各方面 这个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她全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所以她对整个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感受得非常强烈 所以她就有一种非常强的 保护自己的壳 就是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心态如果不调整 任何一个测证 你都会寻找到 对你不安全的那一个方向 这个你稍微调整一下 12号 男嘉宾 像你这么帅气的男生 会不会被那种 小姐姐会缠着整天就是 小哥哥给我微信嘛 然后会天天这么在门口守着你 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这样子啊 先进来喝一杯吧 我先帮你调个特大杯 那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平时会喝酒吗 以前工作场合上 比较会需要喝到 但现在我自己工作嘛 所以不太需要喝到酒 因为我是这样 像在我就是会生活上遇到压力 然后自我调节的时候 都会在家或者是去敬巴 去小酌一杯 所以就想看你平时 会不会也会以这种方式 来发泄一下生活中的那些 所以你希望男朋友 是陪你一起小酌一下呢 还是说最好他别这样 你要讲清楚 最好是可以一起 好的 喝咖啡就好了 干嘛喝酒 谢谢 我非常能够理解 要不很多人很能理解这个 找个女朋友 能陪自己高兴的时候 小酌量没多好 你要碰那个男的 第九不沾 也很好 但是少点乐趣